要师佛要帮助我们身体的福保 心理的解脱 更重要呢 找到我们自己的佛性 跟要师佛一样的慈悲心 慈悲愿 帮助别人 简单的说 如果一个医生 花了很多时间金钱 去得到一个医学博士 然后人家就介绍他去大医院 做大医生 以后可能会做院长 当然他有这个技术 但是他开悟了 我在台湾我很佩服 很多意大利的医生 法国的医生 都是天主教徒 神父 免费的在我们乡下 服务那些最可怜的人 这伟不伟大 太伟大了 这个就是要师佛 这个已经走入佛的心 这个我们叫实相 实相 真实的 所以我想佛教的修行 不离开这四个字 念一下 一心念佛 就是要把佛的心念到你里面来 用佛的心来过生活 这是要师佛的本愿 所以要师佛希望我们外表跟他一样 流离光的外表 要师佛希望我们的心跟他一样 正知正见 要师佛希望我们的心跟他一样 来 菩提心 要师佛希望我们大家 希望将来往生了 要师佛会派八个菩萨 来带我们去哪里 极乐世界 这是要师佛的愿 所以因为如果你去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将来会做什么 到极乐世界 任何一个佛的世界 最后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成佛度众生 我想各位这个一定要抓到 我们今天来供养药师佛 当然等一下要做花香的供养 这个叫物质的供养 物质的供养 透过这个 由外在的供养找到内在的供养 内在的供养是什么 来 修行的供养 所以各位来学要师佛 帮穷人好不好 帮病人 帮没有衣服穿的人 帮不相信因果的人 这个就是修行的供养 但是要师佛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各位要做一种最圆满的供养 来 十相供养 由世间的供养 走入修行的供养 而达到十相 什么叫十相 爸爸开一个公司 开了五十年 终于做得很大 他最大的希望是 他的儿子能够接下这个摊子 而且做得更大 对不对 爸爸死都瞑目 都会笑 十相的供养 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念下 发成佛的菩提心 这个是最高的 我们要做要师佛 来帮助众生 所以讲到这个 以后澳大利亚最好开一个药师佛佛学院 不是来读书 很多人是来读书 很多人为他出家 但是他不想要服务众生 他只想要理光头 那也不算 他只想要吃素 他只想要不结婚 不结婚来出家都快乐 那个都不是要师佛佛学院 因为我们要学的是 做要师佛在做的工作 要师佛发十二个大愿 那我们去实践这个愿 那就对了 所以希望各位今天就来念一下 今天成佛 好不好 不是身体 心 就像我去监狱里面 我都会讲一个题目 他们觉得很好玩 我讲的题目是什么 今天就出狱 每个人眼睛都看我 你怎么出狱 你有神通 我讲的是心出狱 人继续观 因为你这个身体做坏事 你五年 但是你心脱离这个监狱 那你心就自由了 所以各位你不能问我说 师父如何修不生病 我讲的是心不生病 不是身体不生病 只是 请问身体是你的 还是不是你的 真正的智慧 身体不是我的 身体是爸爸妈妈给我的 身体是地水火风 蔬菜水果空气给我的 没有太阳 没有太阳 没有水 没有空气 也没有我这个生命存在 没有国家 没有老百姓 没有医生 没有老师 没有人 开素食店 乃至做衣服 我的生命都不存在 所以各位你要觉得说身体不是我的 不能自杀的 绝对不能自杀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因为身体属于父母给我们的 身体是所有生命供养你的 所以为什么自杀的罪最重 自杀人很痛苦 比如说哪一天你从酒楼跳下来 九点 哪是晚上两点不管 每天你都要跳一次 你不跳就两个 无常鬼给你抓到楼上 再把你推下来 因为你要享受几百万次的自杀 因为你自杀一次 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不想自杀 不想自杀什么 叫抓刀腿 福建话 你要抓一个来自杀 他们就有这个执着 虽然你抓一个来自杀 自己更苦 但是他太痛苦了 他就认为抓一个来我就不用跳 你来替我跳 所以自杀人有这种痛苦 然后等他这种痛苦完了 自杀完以后要下地狱 做恶鬼 做短命鬼 然后将来投胎做人还要七次自杀 然后七次自杀 完了以后 以后换他最爱的人自杀 自杀一次的业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所以佛陀叫我们一定要忏悔业障 这个业就像你在电脑里面 已经灌入这个软体 每次一打他就会跑出来 那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业忏悔掉 那你要忏悔 那就是黑暗的地方 你只要把光明点亮了 黑暗就不见了 所以忏悔就是这个意思 过去你 所以有一个菩萨哥说 师父我堕胎一个小孩 另外一个菩萨说 师父我堕胎三个小孩 哪里不一样 当然在夜暴三个比一个多 但是在忏悔来讲 不怕你多 就怕你没惭愧心 如果你有惭愧心 一个灯可以让很大间很小间都亮起来 如果你有抓到这个 为什么 念一下 佛法无边 法力无边 相不相信 相信就没问题 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佛性 你只要按照 那你要如何达到佛法目标 念一下 依教奉行 各位你只要按照 你读地藏经 按照地藏经去做就好了 你读药师经 按照药师经去做 你读阿弥陀经 按照阿弥陀经去做 很多人读了很多经 那按照经典 经典不会冲突的 经典没有冲突的一点 那你能够学习更多 成佛的方法 那当然要读经典 然后按照这样去做 那为什么要按照去做 不能用自己的想法来做事情 我们就被自己的想法害死了 那个男人好帅 那个叫想法 然后呢 这个感觉跑来了 为什么 上辈子欠债了又碰面了 因为相欠债才会相见面 因为相见面才会相爱 因为相爱才会什么 相恨 所以你姻缘到了 那你就要跟他碰面 所以但是你要记住 我这个碰面是 动机是什么 喜欢 痛苦来了 刚才讲的 以自私的 我喜欢 我讨厌 那你就苦海无边了 你爱上你先生 你爱上你儿子 你爱上你女儿 这下你已经五花大榜了 永远放不下他 那怎么办 离婚吗 不是这个意思 把爱情变成慈悲 可以 慈悲没有恨 慈悲充满原谅 那可以 但是如果爱情是一种 战酒 那你太痛苦了 因为随时会变化的 感情会变化的 外边会变化的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听佛法 了解道理 了解道理以后 改变自己 这个叫什么 你也是来 对治烦恼 消除自我 调伏内心 征服自己 好不好 征服自己 因为是自己把自己 弄得很痛苦的 没有一个神 要让你痛苦 没有一个佛 要让我们痛苦 都是因为我们一个 错误的想法 执着有一个 我的存在 我爱 我恨 我喜欢 我不喜欢 而造成我们很痛苦 所以佛教要我们 有空性 乃至禅 什么叫禅 再念一次 无我的智慧 叫禅 今天有一点热 对吧 会热你就脱衣服吧 有送一点空气吗 好像没有 那我们就忍耐吧 为了听佛法 这个叫修行 越苦越容易修 所以越不舒服 越不会打瞌睡 所以没有痛苦 你不会开悟 如果各位现在 很快乐 很有钱 你就不会来 那叫天人 天人就是骄傲 骄傲了就 自以为是 他就不会听佛法 那人比较好 又苦又乐 多苦少乐 就像上班一样 上班29天 一天拿到薪水 刚好买一个轮胎 因为你要六个月 再买一根柱子 所以你没办法 每天快乐 但是有时候会想一想 人如果为了欲望在生活 还真的是折磨生命 我们有一句话是 不了解生命 生命对我们是一种惩罚 从生到死都让你痛苦 所以有些人很有钱到老了 得了一个病 还是癌症 他躺在床上 为什么 为什么 这样 我哪里做错 我曾经碰到一个很出名的校长 得到淋巴腺癌 然后他就肿肿肿肿很大 医生说不能开到 他们叫我去看他 那个伤口一开 里面都像虫一样 我看了都会怕 然后呢 当然这个校长那时候 有一点点会讲话 我知道他很怨 他很怨 他从一个贫穷的家庭 努力的读书 努力努力努力 结婚 把小孩子都培养成博士 现在他很痛苦 那时候我跟这个校长说 校长 人有前世 为什么你那么会读书 为什么你隔壁的人不会读书 这是你过去世 尊敬老师 印经典给别人 你种了一个很好的因 但是 虽然你有这个善业 但是你也有恶业 你也讲 善恶不抵消 这个记住 比如说 你过去杀了一只老鼠 但是你现在天天去布施布施 那你这个杀老鼠的业还在 不抵消了 除非你有惭愧心 我今天杀老鼠 我要忏悔 而且我去布施 用老鼠 用这次我杀掉了老鼠的名义去布施 向他忏悔 又帮他修功德 他高兴了 他超度了 那就不会找你 不然善恶不抵消 所以在佛陀之前的六个玉皇大帝 除了佛陀那一世的玉皇大帝 归三宝 懂得忏悔 持戒 布施 这个玉皇大帝后来还升更高的天 前面的六任的玉皇大帝 每一任玉皇大帝 寿命三千六百万人 最后通通下地狱 恶鬼道跟畜生道 佛陀就照比喻说 其中有一个玉皇大帝 非常孝顺父母 也帮助穷人 但是他喜欢家里穷 就去杀那个蜥蜴 蜥蜴四角的蜥蜴来吃 因为他家里穷 这两个业 孝顺父母帮助穷人 让他做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的福报享受完 杀蜥蜴的业报 让他直接堕落 动物被杀 那这个是善恶不抵消 所以我想各位 那我们现在开始在修行 各位每天一定要拜拜 忏悔 忏悔我们过去世 乃是现世的恶业 不然来业障现前 你不能接受 很多小朋友从小 根本没有做错事 为什么他会从小病得很厉害 甚至车祸死掉 因为这个业 所以很简单 佛陀告诉我们的道理 生命的主宰 不是上帝 不是神 是我们的业 什么叫业 就是我们的心态 所引导的语言跟行为 对待别人 对待世界的反助用力 行为反助用力